朋友们,你在看天文科普或者刷宇宙相关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听到反复提到哈勃空间望远镜一会儿说它拍到了多少亿光年外的星系,一会儿又说它发现了新的行星形成痕迹? 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频频出现在科普圈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到底是什么? 它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呢? 相信看完今天的内容,你对宇宙观测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要搞懂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特别之处,咱们先简单说说望远镜的分类。 按观测位置分,主要是地基望远镜建在地面的和空间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外两类。 而空间望远镜还能按观测波段细分,比如X射线、红外线、紫外线、可见光等类型,不同波段的望远镜能捕捉到宇宙中不同的信号。 可能有朋友会问,既然以有地面望远镜,为啥还要把望远镜送太空? 其实核心原因就是规避大气干扰。 先说说地基望远镜,优势是建造维护方便,观测范围灵活,口径也能做得很大,以收集更多星光。 但地球大气层会让星光扭曲,图像模糊。 还会吸收大部分紫外线、X射线等波段光线,大大限制观测范围。 而空间望远镜就完美避开这个短板,这也是它的核心优势。 空间望远镜能接收更宽波段的光线,短波可延伸到100纳米。 像紫外线、近红外等地基望远镜看不到的波段都能捕捉到。 而且没有大气抖动影响,分辨本领极大提升,比如哈勃能看到脚大小仅0.05角秒的天文物体。 精度相当于在华盛顿看清东京一对相距不到3米的萤火虫。 NASA资料还提到,哈勃探测器灵敏度极高,甚至能探测到月球上一个4瓦夜灯的光线。 不过空间望远镜观测范围相对固定,维修升级难度极大,需借助航天飞机或空间站载轨操作。 正是因为空间望远镜的建造、发射和维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平和资金支持,所以它绝对是个烧钱的大项目。 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承担的。 有数据统计,一台普通空间探测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费用,就相当于世界上最大的地面光学望远镜,凯克望远镜7000到9000万美元的建设费用。 也正因为如此,全球范围内能独立或主导制造空间望远镜的主要是美国、欧洲、前苏联、现俄罗斯、中国、日本这些科技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和地区。 据公开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总共发射了80多个太空望远镜和传感器组件,其中美国、NASA完全占有主导及参与的共有54个。 美国海军另有一个,欧洲主导和参与的约33个,前苏联和俄罗斯完全占有主导及参与的共12个,日本与俄罗斯数量相当,同样为12个。 中国目前有三个,分别是2015年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2017年发射的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慧眼号,以及搭载在嫦娥三号上的月基紫外线望远镜。 后续与天宫空间站共轨的寻天空间望远镜,计划于2026年发射,目前已进入最终筹备阶段,备受全球天文界期待。 从这些数据能清晰看出,在空间望远镜领域,美国和欧洲,凭借早期布局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正稳步追赶。 今天我们重点说说哈勃,哈勃望远镜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 天文学家莱曼·斯皮策提议在太空中建立天文台。 为了纪念发现了宇宙膨胀的伟大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这台望远镜被正式命名为哈勃空间望远镜。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欧洲空间局共同合作,1990年4月24日,发现号航天飞机载着哈勃腾空而起。 那一刻,所有人都以为天文学的新纪元开启了。 然而,迎接天文学家的是一个巨大的噩梦。 当哈勃传回第一批照片时,科学家傻眼了,照片竟然是模糊的。 经过排查,发现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又心碎的原因,哈勃的主镜片磨错了。 虽然误差只有两微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五分之一, 但对于精密观测来说,这足以让哈勃变成一个高度近视眼。 但科学家没有放弃。 1993年,奋进号航天飞机的宇航员执行了历史上最复杂的太空维修任务。 他们给哈勃安装了一套名为Costa的校正光学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给哈勃戴上了一副老花镜。 当维修后的第一张照片传回地面时,整个控制是沸腾了。 那清晰锐丽的图像证明,哈勃不仅活过来了, 而且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强大。 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哈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精确测量了宇宙的膨胀速率, 也就是哈勃常数。 进一步证实了宇宙膨胀的理论, 通过哈勃的观测,我们将宇宙的年龄锁定在了大约138亿年。 还有那个著名的哈勃深空照片。 1995年,天文学家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让哈勃盯着北斗七星附近一片看起来完全漆黑, 空无一物的区域,连续曝光了十天。 结果,在那张照片里,竟然出现了三千多个星系。 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像银河系一样拥有数千亿颗恒星的世界。 这张照片告诉我们,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得多,也古老得多。 哈勃还带我们见证了遥远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 它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探险家,每天都在刷新着人类的知识边界。 当然,哈勃的成就可不止这些。 在太阳系内,它追踪过星际天体穿越太阳系的轨迹, 观测过彗星撞击木星的壮观场景, 还在冥王星周围发现了多颗新卫星。 在更遥远的宇宙中,哈勃更是突破了人类观测的极限。 它观测到了距离地球超过134亿光年的星系GNZ11。 还找到了距离地球129亿光年的最远单颗恒星埃伦德尔, 让人类得以窥见宇宙早期的模样。 在这35年的服役生涯里,哈勃取得的观测成果可谓是硕果累累。 截至目前,哈勃已经完成了超过170万次观测, 收集了超过1亿个天文物体的数据。 基于这些观测数据,发表的京同行评审科学论文就有2万2千多篇, 现在每一本天文学教科书里都能看到来自哈勃的研究贡献。 贡献这么大,代价肯定也小不了。 哈勃的最初预算只有4亿美元,但到发射时已经飙升到了15亿美元。 为了维持它的运行,人类先后派出了5次航天飞机进行维修和升级。 每一次任务的成本都高达数亿美元。 算上所有的研发、发射、维护和地面支持费用, 哈勃的总身价已经超过了160亿美元。 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科学仪器之一。 所以说,一般的小国真玩不起,但这份投入换来的是无价的回报。 可能有朋友会问,哈勃取得的这些成果,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除了推动天文学的发展,哈勃拍摄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宇宙图像, 比如绚业的星云、螺旋的星系,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和美丽。 激发了无数人对太空探索的兴趣。 而且在哈勃的研发和载轨维护过程中,也推动了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光学技术的进步。 这些技术的突破后来也应用到了民用领域,间接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可以说,哈勃不仅是一台科学仪器,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象征。 它承载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和追求,让我们离宇宙的真相越来越近。 如今,哈勃已经在轨道上飞行了超过35年。 它的陀螺仪开始老化,轨道也在缓慢下降。 虽然它依然在坚持工作,但我们都知道这位老兵终有退役的一天。 不过,大家不用感到悲伤,因为科学的火炬早已传递到了下一代手中。 如果说哈勃是人类看清宇宙的第一双眼睛, 那么在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深空,另一台更加强大。 更加神秘的望远镜已经接过了接力棒。 那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韦伯空间望远镜。 韦伯作为哈勃的继任者,观测能力更强。 他主要观测红外波段,能穿透更多的宇宙尘埃。 看到比哈勃更遥远,更早期的宇宙。 如果说哈勃让我们看到了宇宙的青年时期, 那韦伯就能带我们追溯宇宙的童年时期, 探索第一批星系和恒星的形成过程。 关于韦伯空间望远镜, 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惊人的发现, 它和哈勃之间有什么传承和创新。 又取得了哪些改写天文学教科书的成果。 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就不展开细说了。 下期节目我们专门再聊韦伯空间望远镜, 带大家了解这台更强大的宇宙之眼。 朋友们,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APP。 就是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 非常好用,特别适合喜欢听书的朋友们。 它的华语内容十分丰富, 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无论在通勤,走路,运动的时候, 还是睡觉前, 都可以听一听,特别OK。 为了感谢朋友们对我频道的支持, 特别像Himalaya官方申请了14天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现在立刻马上, 你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 感谢观看